宣统帝 溥仪 宣统冲云登基 成为大清末帝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以来 到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 历经2132年 有349位皇帝 溥仪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古仪退位既是大清皇朝的终结 又是中华帝制的终结 辛亥革命与宣统退位 是中华历史上跨时代的大事件 从此共和代替帝制 民主代替君主 清朝十二帝中最后一位 登基时年龄最小 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是宣统帝 溥仪 对于光绪帝宰田和同志帝宰纯的继承人 慈禧皇太后先后有过两个决策 第一 立溥郡为大阿哥 继承同志皇帝 兼挑光绪皇帝 第二 立溥仪承继皇位 继承同志皇帝 兼挑光绪皇帝 从而演绎出同志与光绪之地统的 立溥 废楚 载历的戏剧性历史故事 立溥 废楚 载历 立溥 慈禧发动戊虚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 慈禧认为光绪从四岁进宫 自己费心抚养成人 却不听话 搞戊虚变广 慈禧很伤心 想废掉他 在光绪皇帝即位时 两宫太后曾有一个说法 等将来光绪地宰田有了儿子 在过去给同志地宰虫为四 但光绪无子 同志统绪由谁来继承 废立后光绪又怎么处置 慈禧反复思考这两个难题 丛林传信录记载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完早朝之后 慈禧单独召见荣禄 慈禧与荣禄有一段对话 荣禄问 传闻将有废立士 信呼 慈禧答 无有也 事故可行不 荣禄答 太后行之 谁敢谋其不可者 故尚最不明 外国公使将起而干首 此不可不甚也 慈禧问 事且路 奈何 荣禄答 无妨也 尚春秋已盛 无皇子 不如则禁宗 禁之 建为大阿哥 为上四 兼条穆宗 遇之宫中 徐传大头 则此举为有名义 慈禧约 如言是也 慈禧与荣禄 屹立大阿哥 作为同志和光绪帝的继承人 逐步取代光绪皇帝 由谁来做大阿哥呢 慈禧选中了 宰乙之子 普俊 为什么 第一 从普俊的父系来说 普俊是爱心觉罗的血统 普俊的高祖父为嘉庆 嘉庆的第三子 尊亲王免凯 没有儿子 以道光第五子 逸宗过继给免凯为后 逸宗是普俊的祖父 逸宗第二子 宰乙是普俊的父亲 宰乙又过继给嘉庆帝第四子 瑞亲王年兴之子瑞郡王 一致为后 其贝勒 后宰以进封为端郡王 第二 从普俊的母系来说 普俊有耶和那拉式的血统 青史稿 年兴传记载 宰以福尽 承恩公 贵祥女 太后侄女 就是说 普俊既是慈禧太后娘家侄女的 儿子 又是慈禧婆家唐侄的儿子 真是亲上加亲 近年 有学者考证 青史稿 年兴传的上述记载有误 普俊的母亲不是慈禧的侄女 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 15岁的普俊处在爱新觉罗市 与耶和那拉市两支血缘的交叉点上 因此被慈禧选作大案 光绪24年 墓虚政变后 光绪皇帝被求 慈禧太后训政 25年11月28日 慈禧同荣禄做了上述对话后 12月24日 慈禧太后一旨 古俊入籍墓宗同志为寺 号大阿哥 随后 大阿哥在洪德殿读书 师父为同志地的岳父 陈文公尚书重启和大学士徐同 26年正月初一日 普俊公带皇上到大高殿 奉仙殿行礼 慈禧预定庚子年及光绪26年 举行光绪善位典礼 改年号为宝庆 但京师内外一人纷纷 大学士荣禄以庆亲王一框 以各国公使有异议 各种势力也反对 建议此事停止 不久 义和团士起 载以都信义和团 认得义和团是义民不是乱民 古月 载以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日本使馆书子山山兵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 义和团围攻东郊明相使馆 七月 八国联军禁逼京师 慈禧太后同光绪等一行西逃 载以浦郡父子随驾从行 慈禧台报大统 令载以为军旗大臣 十二月 以载以为此次事变的祸首 夺爵位 树新疆 二十七年 慈禧等回鸾 途中 以载以纵荣义和团货罪祖宗 其子浦郡归作皇储 宣布废除大阿哥名号 浦郡归宗 仍为载以儿子 令以纯亲王一环第六子 载巡为义治后 后来浦郡生活很落魄 死得很惨 这出大阿哥的闹剧刚收场 浦仪继位的证据又开始了 代曆 亲德宗实录记载 光绪皇帝临终前一天 慈禧一旨由溥仪继承皇位 慈禧皇太后又一旨 纯亲王载丰受为摄政王 纯亲王载丰之子溥仪入称皇位 曾继同治皇帝为寺 兼称光绪皇帝为寺 后一天 慈禧皇太后 耶和纳拉氏封于西苑 宜鸾殿殿 慈禧为什么选择溥仪继承皇位 这要从溥仪的家事说起 第一 溥仪的祖父 义桓的嫡夫婧叶和纳拉氏 为慈禧皇太后的高妹 在溥仪的曾祖父道光皇帝的儿子中 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 第四子 义主 即贤崩皇帝 第六子 义心 第七子 义桓 即光绪的父亲 土仪的祖父 咸丰同父一母的婢 土仪的祖父一环有四位附近 共生七个儿子 一附近耶和纳拉氏 为慈禧皇太后的高位 生下四子 第二子 宰田 即光绪地 其余三子 早生 第一侧附近 严扎氏 去世岛 无子 第二侧附近 刘家氏 生有三子 第五子 宰丰 第六子 宰寻 第七子 宰涛 第三侧附近 严家氏 无子 简单的说 一环迪附近耶和纳拉氏 随生育四个儿子 实际上只有一个存活 就是光绪皇帝 第一 第三侧附近 没有儿子 第二侧附近 刘家氏 随生育三个儿子 但过去出去两个 家中只剩下第五子 就是溥仪的父亲 宰丰 就是说 一环七个儿子中 早生三位 继承皇位一位 过去出去两位 只留下一位 就是溥仪的父亲 宰丰 第二 溥仪的母亲 是慈禧的养女 一环过世时 宰丰八岁 因纯亲王世袭罔替 而承袭为纯亲王 宰丰承袭成纯亲王后 十八岁开始在朝廷上效力 后任阅兵大臣 慈禧一旨将心腹全臣融禄之影 若使慈禧任作养女的 苏文乎尔家氏 只配给宰丰为敌附近 在这里 简单介绍一下 溥仪的外祖书荣禄 荣禄 苏文光尔家氏 满洲正白其人 是清开国五大臣之一 费英东的后裔 荣禄曾因贪污罪 险些被肃顺处斩 后花银子买了个直立后骨头 同志出 荣禄为慈禧的亲信 任总管内务大臣 同志弟子光绪继位 慈禧遇到难题 将来新皇帝的儿子与新皇帝 与同志弟的关系怎样处理 对此荣禄建言 等四皇帝有子 成继同志为四 兼成光绪之雕 这位慈禧提供了解决上述关系的方案 横讨慈禧的喜闻 光绪元年 荣禄兼部军统领 后拙兵部尚书 二十年任部军统领 书建袁世凯练新军 任兵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 二十四年 兼直立总督军机大臣 在戊虚政变中 袁世凯出卖机密 通过荣禄奏报慈禧太后 当时任部军统领的荣禄 奉义旨捉拿康有为 与梁启超 斩谭思同等六君子 慈禧西桃回轮后 加太子太宝 转荣华殿大学士 即首席大学士 荣禄身兼将相 全清朝野 清史稿荣禄传自载 荣禄九值内庭 得太后信账 倦龙之 欲固之龙 已是无比 事无巨细 常待欲言绝业 荣禄之女 常入宫中 慈禧喜爱 用作洋语 慈禧将她指配给宰丰 使宰丰的生女刘家世 已为她定亲 奏告慈禧太后 慈禧坚持给宰丰 指婚 刘家世只有将儿子 以定婚之福建 退亲 载封有两位附近 后有四子 狄福建 姓苏王冠家世 名又蓝 大学士 军级大臣荣禄之女 慈禧太后之养女 光续二十八年 与载封完婚 生有两子 长子溥仪 四子溥节 侧附近邓家世 民国二年完婚 生有二子 三子溥其 早商 四子溥仁 后改名 京有之 民国七年生 从上可以看出 慈禧亲手指定的三位皇位继承人 光续帝宰田是青包妹的儿子 大葛 普俊 是青侄女的儿子 宣统帝溥仪是养女的儿子 这表明慈禧在爱心觉罗宗室中 挑选同叶和那拉是有关系之人 一代大兴亲王 寄于一亲公会 虽然两代纯亲王家出了两个皇帝 但两代纯亲王还是谨谨慎慎 潜潜意义 普洁先生在回忆纯亲王府的生活中写道 在慈禧和光续的多年反目当中 在两派你死我活 常年明争暗斗的 既复杂又尖锐的政局中 一方面能和慈禧方面的荣禄 等人失酒网还 终于成为亲戚关系 一方面也和光续方面的翁彤苏等人 以文会友的保持着相当的关系 这是我的祖父所以能够一生融险 未遭搓跌的主要原因 纯亲王宰封继承奶腹一环的家风 小心谨慎云者保身 他的厅堂挂着银帘 有书真富贵 无事小神仙 表明自己超然正直 无书为乐 只求平安无事 这既有真情的流露 也未做给别人看 他还在团扇上写着 蜗牛脚上争和事 食火光中祭此生 随父随平且随喜 不开口笑是痴人 解布袋和尚的结 表示自己与世无争 超然物外 但这对溥仪 似乎没有多少影响